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佈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d 我們現在時間是下午3點7分 我們就來錄製上櫃指數 早上是錄了一部上市指數 剛剛是錄了一部昨天禮拜五的第三部付牌 那部付牌裡面有關於對於美股禮拜五整體的收盤之後的看法 有興趣去看一下吧 這部影片是講上櫃指數 要開頭還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避免大家 認為說我講指數 指數就一定是定生死 指數差就一定是個股差 不一定 整體看法還是依然這樣 就是說是 大盤大於指數大於族群大於個股 大盤好呢 指數通漲 預壓就不是壓了 所以說主要要看我們大哥 看這個大盤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切入主題 我們發現說這個三櫃指數好像也沒有什麼 就有一些畫的行情 在 年前 過年前之前畫的行情 好像就是這樣延續的往上去走 對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我們看一下 電子 你可以從我的這個介紹的 我講的族群 指數 它的指數方面是還不錯 你可以進行 這個 一些個股的著墨 那我自己對於上市跟上櫃指數的 電子和半導體 是比較有信心的 我覺得說他們是 都蠻有機會 是 就是 上半年 現在 現在的一些行情 應該 理論上都走得不錯 因為去年真的跌的 蠻深的 去年真的跌掉蠻多的 你可以發現很多那種 2021年 然後 漲很高的 然後2022年 去年 全部都跌下來 有的腰斬 有的跌掉三分之二 都有 所以說 一些 價格上都還算是不錯啦 然後它電子指數部分呢 就講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說它是 下山區線的突破 代表轉為強勢 那這個點呢 應該說整體啦 因為我已經 已經整個行情到這裡了嘛 所以說我 比較刻意一點 把它給貼上去 貼到這個level 所以說我們後續就是 觀察這個下山區線 如果說 應該說 不太可能在跌破啦 這跌破應該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說 目前呢 我們就是觀察這個下山區線 那可以看到這個區塊 我這邊寫的是什麼 只是說 這邊呢 這一根像是 8月19號 然後還有這個 往上碰的8月26 還有這個 8月31 這邊是往上碰 然後一點突破白色線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當作是來 滿足下山區線 就是說它滿足之後呢 它還是一樣怎樣 還是一樣有壓力嘛 沒有突破過去 所以說還是往下跌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的行情呢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 就是我會以這條線當作一個主軸 大概是299.2啦 主要是在禮拜四突破的那一根 所以整段行情呢 如果說 它這條 這個 原來的壓力線呢 突破了現在變轉變為支撐線 那這條線是一個正確的線的話 那基本上它的行情應該是回檔之後 還是會往上走 回檔之後還是往上走 大致上這樣 那其實我有一個考量 我想說這個level會不會這一根 其實 這個區間啦 292到299.2 這邊會不會其實就是一塊 支撐區 整整段 整個區塊跌破了 它還是真正的壓力 有可能 只是形成一個假突破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半導體 然後半導體就真的是可以畫出一個 頭肩底部啦 半導體指數 頭肩底部 那抓一波漲幅滿足是能夠到達到122.9 主要是這邊的level 那我自己先看的一個壓力是直接抓錢高 117.17 117.7 所以說它有再回來到95.9 這邊都還是一個正常level 所以 這邊的情況就有點跟去年不太一樣 去年是7 8月是上漲 然後9月10月在下跌 然後 5 6月 5月那時候有漲到6月在下跌 但是 他們每次的下跌都是破底的下跌 但是我們現在行情是整個是轉為比較強勢的 就是說 一直是說它回檔之後呢 它反彈的幾率還是一樣較高 就是 譬如我們這一段就很明顯的 很明顯是這一段 就是 11月的上漲 那12月下跌是跌這樣子的 跌到一半 之後又再接一波上漲 類似這樣子 那 這個好像是有點類似這樣畫那個框的感覺 但我不會畫啦 我只是 去講 大家這樣講吧 可能 走一個N 然後往上走 然後到這邊可能回檔 之類的 那但是 這個是我比較不熟悉的 部分 反正呢 就是11月上漲的這樣子 然後12月跌掉一半 但是呢 跌掉一半之後 它還是持續往上走 它沒有破底 沒有破底 這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說 到這個8月嘛 7 8月上漲 9月10月 9月就破底嘛 10月 然後9月到10月初 那波我小小反彈 那波反彈真的是 非常強勁啦 這一個禮拜 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禮拜真的還是有賺錢的 但是後面又往下傻 後面又往下傻 所以說 那時候呢 這一個區段呢 這個區段大家都在做空 這區段大家做空 然後這邊反彈的時候呢 做空的人 都沒有補回 反而在加空 或是說就是 被割嘛 就給它割嘛 結果勒 掉下來 然後去回補 又破底了 然後 就會有人說 還好 沒有把它補回 就講出這句話 結果勒 這些沒補回的 很多人 大部分都在11月 那波強漲 巴菲特買進 還有一些 CPI數據 一堆數據公佈 巴菲特買進來的 那個區塊呢 全部都爆了 有些人還甚至去借錢嘛 然後 就是 情況都不太樂觀 那目前看法就還是 電子半導體都還是往上漲的一個趨勢 然後看一下這個生機醫療 不知道什麼 每次看生機醫療 好像都有點想要唱衰 並不是啦 剛好看他技術線型是長這樣 所以 沒辦法 我也只能說出我自己個人心中的感想 就是說還是一樣 有壓力 跟這個 上市的生機醫療 化學生機醫療都一樣 都還是有壓力 等他們突破了 我就會說 沒有壓力了 沒關係你去下單這樣子 對 只是我的個人看法是 那 之前這邊有算是有一個 做一個 頭肩底 頭肩底 結果在這根破線 沒有 沒有直接往下跌 我這根破下去 沒有往下跌 還要點出一點量 那之後又往上走 往上尻上去 然後 目前的看法是 下禮拜應該還是會遇到一些壓力的存在 那當然 這個指數的方面 並不止 所有的個股 那 大家 所知道 在台灣的生機醫療股 生機股呢 就是這樣 大家 我以前會覺得說水很深 在還看不懂的時候 覺得 都不要碰好了 但是其實 略懂略懂之後 發現說有一些其實 股性呢 其實是沒有到那麼浮誇 那麼像生機類股的 不是說 每次都鎖 什麼鎖上停啊 跌都跌停 還是有一些 蠻像是 電子半導體這些 比較好操作 還是一樣可以做操作 當然 有些比較密室的 主力呢 或是說 2BGAM 其實台灣的一些 台股 蠻多人都是在走一些內線的一個部分 那 反而別的國家可能做到比較嚴 台灣可能做到比較不嚴 所以說可能整個格局整個行情 就是 都會一些 人家說 水很深的一個情況去出現 那我們目前 我就會來到一些壓力的存在啦 那 我自己手段目前也是沒有任何的一個生機族群 所以 大家自己 觀察看看吧 不一定講得準 有可能講錯 我們看他這個光天 光天最可以拿來說嘴 甚至就是 那時候原本要去 放空這個 元泰 結果後來看到這個指數 然後呢 去切開他的成分股 第一個大哥是誰 第一個大哥是元泰 然後呢 那時候就在 在禮拜二吧 禮拜三 去做講解 他講解的時候 我剛好講解的時候是2月1號 然後 元泰也是差不多這個地方 然後後面呢 我說這地方應該是正式的突破 結果元泰也是往上走 所以說目前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 他應該蠻有機會去講到大概59多 這個地方 那可能是這個區塊啦 58.3到59 59.6 所以說元泰或許 因為他最大啦 我只能講到元泰啦 那其他部分 我是不太知道 像帽底這也是嘛 然後中光電也是啦 所以說其實還是蠻多的 那但是最主要你還是要找這些有量 像 元泰 帽底 中光電 深銳 先進光 然後 講到這個 還有1000多張我都還覺得OK啦 那最好是2000、3000張以上的個股 我覺得比較好啦 我這個人覺得比較好 然後最影響剛剛那個指數的就是 中光電跟元泰 所以說 我自己有在觀察中光電 元泰目前是看不懂 因為他已經往上 小走一波了 然後 看不太懂 所以目前我把眼光可能放在中光電這邊吧 然後看一下通訊網路 我這個圖有重畫 因為我們這邊 XQ系統他沒有辦法用 QRNV有那種磁吸功能 沒有辦法貼住每一根K棒 所以他畫出來下山區線很 非常的主觀 就是我個人 我想貼哪裡都可以 像我貼這邊也可以嘛 我貼這邊就是 一個點、兩個點、三個點 然後 接下來就是要打到第四個點 要往下彎 都很主觀啦 所以 我自己個人也不太知道說 到底怎麼走 他到底會怎麼去走 那目前可以看到他有一種在走 這個圖形應該叫做擴張喇叭 那擴張喇叭的部分的話 如果說是 我自己學到了 如果是這樣子 延伸上去 比如說這個點又打上去 然後得這樣子擴張喇叭 基本上 在第五個 第三個碰點 1、2、3 第三個碰點的時候 很容易就再次往下跌 跌穿了下去 但是呢 如果說是上面有壓 下面是不斷往下的話 其實基本上還是有些存在的一些機會 是有機會往上去走啦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通訊網路的成分 我也很忘記是哪些 看一下喇 比較熟悉應該就是 利端嘛 利端我自己判斷是到壓力 然後省準也是到達那個 壓力點位 然後 滑星光也是逆施往上 然後正機就是 在前一部副盤 我剛剛那一部副盤 有去分析 有興趣自己去看 目前個人的一個感受 如果說你真的要 配合這個指數的話 可能就不會想去下單 因為 他的 這個壓力快到達 但是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小小段的一個距離 這邊還是一點小小段的距離 這邊上去 可能他一小小段的距離 你不要看他指數值跑一點點 但是他其實個股表現呢 會特別的好 當然 如果說我們把指數的 這個部分給加進去的話 其實要去下單通訊網路 是比較偏危險一點 我除了說他的個股技術線型 你是看得非常懂 那你認為技術線型很簡單很單純 比如說這個簡單的WD 或許就是一個潛在的機會啦 都還是能夠去下單 只是說 他的強勢的力度 一定不會比我們一開始看到的 電子 突破相關趨勢線 跟我們的半導體 已經走了一個 一個大頸線 大概96塊這個地方 96點這個地方為一個 一個主要的支撐 那目前看法是這樣 因為有可能到這個level 他現在呢 搞不好他只是要 在這地方進行一些盤整 因為他在禮拜五也是沒有 順利收上去嘛 搞不好這邊要彎下來 這有可能的 有可能彎下來 到這邊測的時候都彎一半到78這邊 彎一半到79.5這邊 然後之後才藏上去 觀察指數的話是不會特別想去觀察 上櫃的 通信網路 我可能覺得他的行情比較走平平啦 然後看一下這個電子零組件 他這個 電子零組件的部分 之前就有講 然後大家上來看一下他的成分股 大家應該都有 有在看新聞大家知道啦 像我們那時候講 他要嘛 然後 這個光潔也不錯嘛 博制也不錯嘛 那反正就是 都是 之前我們有抓到這個 會員個股 那光潔 好像沒有 沒有忘記 反正呢 就是 一些CCL 銅箔級版 在這個原物料 這禮拜有長那個什麼 華星嘛 然後他們表現其實 也是不錯啦 那在 我們年前的時候 大致上有講 那目前主要的一個支撐的位置 是落在大概 89.8 你可以說 是90 也沒關係 所以說 接下來行景可能會再回踩 都有可能啦 都有可能 那回踩的話 其實是大力去做多啦 大力去做多 我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目前的格局不像 我剛講啦 不像去年七八月跟這個 去年五六月 漲一波之後就跌穿 這邊啦 漲一波之後就跌穿 漲一波之後就跌穿 目前應該是 漲一波之後回測 成功 再上漲 再回測 再成功 再上漲 我目前的格局開始轉多方啦 所以 我覺得就是 我之前的買法是 就算他破線 我一樣會 看著我的個股 如果支撐到達 我還是會做停損 那就會做停損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報酬 沒辦法去避免掉 他如果真的 這檔個股行情比較不好 才就會破線 那我可能 我的做法是比較偏向說 假設我做好支撐 那我可以拉出這一段 假設是10% 然後呢 我就控制在大支撐 抓個3% 3% 或是 2% 3%到5%啦 3%到5% 就做停損 我自己 在去年的做法是這樣 今年我覺得這個做法 應該可以繼續沿用 去年我是沒有在管這個 像是整個格局 在向下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 做多方呢 就還是順順的去做 有一個小反彈就能做 小反彈就能做 那目前呢 又回到我們的主場了 我們是突破回撤 突破回撤 可以做電場 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在今年的 這個整個格局 應該更加適合啦 對那就總貴還是回到一句說 你敢不敢買 那買了之後 能不能勇敢做停損 那買了之後 能不能照紀律 他有長到一個固定的 一個Label 一個壓力點 然後去做出場 所以說目前電子零組件 我覺得整個行情應該是 還不錯 還不錯 如果以指數方面 那 再看一下這個電腦機周邊設備 那這個電腦機周邊設備 看來看一下 從這個高點 12345 然後這邊寫 滿足下上去線之後 往下點 5個點 之後在這地方突破 突破之後踩住這條線 81.35之後 又往上走 所以說 電子半導體 剛剛電子零組件 電腦機周邊設備的一個 行情都是不錯 而且都是屬於 不像是去年的 圖 這種往上漲 然後下來之後就破底 下來就破底 它基本上下來應該是有撐住 然後再往上走 的一個格局 今年的看法是怎樣啦 那看一下這個 其他電子 我剛剛有重劃啦 這相區線也是 123 那搭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那再來連接過來 可以發生說 這邊是做一個 算是 上線形態 然後下跌 崩下來 所以說 這個行情就很像我剛剛講 七八月往上漲 結果9月10月往下跌 但是 它這一個指數 目前還是有被壓制在這個點 所以說 你可以等待它突破 那或是說 就是不要等待啦 就是看你有什麼 你喜歡的一些個股 那它的技術形態突破都不錯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 那它這裡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像 我們可以得知的 長得比較好是光陽柯 因為它 對啊 最主要還是你要找這些有量 像 光陽柯嗎 位數、紅康 那我如果自己會比較喜歡 應該還是比較屬於 宜特跟紅康吧 那位數的部分就是 我在禮拜五的復盤有講 我說它是預壓了 而且它 你不要看它跌上半 它其實 那天的正幅是非常大 13跌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正幅應該價錢要 10 差不多10%左右吧 是一個 有點虛漲 就 這個在漲那個meta的時候 虛漲 好看一下文化創意 文化創意就是那時候講 我說它如果說突破的話呢 它萬里無雲 那哪一檔萬里無雲 就是我們的形象 我們的形象 那時候我記得是420塊 那現在已經到多少了 那時候420塊的時候 剛圖揮個大拒件的時候 去抓進場 那現在到了500多塊了 那這是我們的會員個額 所以說 大致上漲了 大概100塊吧 100塊大致上如果說 400塊去算的話 就是 大概20 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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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還不錯 對那 那表現比較好的 只能說 大宇智真的表現不太好 對 橘子表現比較好啦 那是形象跟橘子 那我自己比較 比較關注的就是這兩檔 那形象這真的比較好做啦 橘子其實它線 也是 稍稍微 沒那麼 容易啦 那 整段應該沒什麼特 應該說裡面的一些個股 也沒有什麼啦 像形象已經往上噴了 我自己都覺得 對就是 你現在要我再回檔 去回撤再抓進場 我覺得 相對來說比較困難一點 好看一下這個 電子通路 我記得形象 也是在之前的個股裡面有去做 應該說 有去 講啦 有去講 對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強調一個點 我們看一下 之前1月4號嘛 1月4號不知道是已經突破還是沒有突破 忘記了 反正還在講一個點就是 我們就是用掃 掃的一個 停準的%數 3%至5% 那你看 它一段噴出去就可以賺25%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 當然你 一樣啦 要有這個耐心放到那麼後面 你不要那種 很急啊 說我要躲這個財報啊 我要避開這個 我要避開這個什麼數據公佈啊 怎樣之類的 那可能就沒法放一長段 但 在去年這樣做可能是OK 但是在今年 我覺得那些 數據公佈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太大太大的影響 我自己個人覺得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電子通路吧 看一下 對電子通路的話 我就抓頭跟抓底 那目前的一個區塊 我覺得它有點稍微危險 因為它禮拜五 往下跌 那它其實這個裡面沒什麼在做操作 它光它 你看它平常的增交量是3.511 然後今天 在禮拜五是16.77 那主要是在殺那個啦 一樣在殺那個 META 那個 掌 虛掌 首先是虛掌 劍打 它在上漲的時候之前有做一波 然後它是被歸類在元宇宙相關的啦 我也不知道什麼 因為我對它公司沒有太大了解 所以 我對於這個指數應該沒有太大的一個想法 因為 其實裡面可以操作各國都不太熟 然後看它這個電機機器 電機機器是下降均勢1.2.3 然後目前是劃下來 所以說 它這邊有做一個上漲後的 上漲收斂吧 之前好像比較偏中心去看 然後後面往上漲 所以說它這個指數的部分呢 可能漲到這邊就有可能會回落啦 這是 有一些概率的存在 就是說整個 下跌的一個趨勢還並未去轉強 那 剛才前面其實有蠻多 跟電有關的都轉強 電腦啊 電子零組件啊 電子半導體那些的齁那 它自己本身是還沒轉強 那看一下 裡面的指數的部分 就膨成吧 我記得好像180塊 以上突破是比較有機會 那 有一些我就不太知道了 看一下 泰茂 泰茂是持續往上創高嘛 那當然它 我自己個人覺得 它這種個股 真的比較難看到 我記得它禮拜 禮拜幾 禮拜幾 禮拜 禮拜四 哇 殺了 直接出貨 禮拜五 禮拜三是直接出貨 禮拜四又上去 禮拜五的創高之後呢 更多人出貨 因為禮拜五的盤子不好啦 禮拜五盤子不好 所以說又更高出貨 所以 這個 非常難做啦 這種 很高啊 它沒有一個明確的回來 比較難做一點 那 如果說以我的話啦 我可能 搞不好它突破的那個 關鍵位置就是 蓬城吧 如果說我只會關注蓬城 如果說它 突破了 那蓬城也突破 那或許就是 可以一個契機吧 我自己有在關注的話 然後看一下 這個 其他 其他 目前看起來 這個圈起來的部分 就是一個假突破 然後之後爆疊嘛 那之後 它這個地方 滿氣勢如虎的啦 就是 慢慢漲慢慢漲慢慢漲 那有機會是來到123 所以 這一個部分呢 它還是一樣 漲到上面呢 就會有一些壓力的存在 那 它裡面我比較熟悉 應該是金剛吧 金剛它是來到一個 差不多高的Level 然後 裡面一些 比較熟悉的 好像就沒有了 比較沒有 裡面有一些 坐高爾夫球啊 自行車 大車隊啊 然後 還有這個農業嘛 農業不是做那個 殯葬業嘛 雖然說它可能已經變成那個投資的 那個相關的 好看一下 下去吧 看下去吧 它 我覺得這中性去看待 因為它是持續往上走 所以說 整體的短線是強的 那可能 短線漲到一個 高的Level 可能就回壓 這樣子啦 所以中性 中性偏多的 去看待 好我們看一下鋼鐵吧 鋼鐵那時候 我就畫在這個Level 然後說這條線 手速都有機會 然後它現在也是 也是往上漲 漲到這個壓力173 講真的喔這個 這個壓力我覺得畫得非常漂亮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 我們是透過了一些經驗 然後就畫出來 發現說真的是壓在173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這裡面的指數 裡面的個股 這也沒什麼特別 主要是龍鋼吧 所以說龍鋼會不會 它 被壓在那個指數那邊 然後開始會回答 也有可能 所以龍鋼會被壓在這邊 可能就是因為它指數沒辦法突破 是有人在壓盤的一個效益 也是有機會 也是有機會 所以 如果說哪一天呢 這邊的底呢 跌破了 那是不是那個 龍鋼那一檔呢 就要自己小心了 也有可能 會來個比較大 比較深度的一個回調 都有可能 所以說龍鋼目前 就是卡在那個地方 我記得它卡在一個高點 然後看它觀光嘛 那它 上司跟上柜的觀光一模一樣 都是在強勢的一個階段 那 這邊的 這邊有點難抓 它的平行線的指數 那目前底部是比較好抓 看像這一條吧 看這條上升趨勢線 然後 這地方 稍微抓過去吧 這樣子 所以說 它裡面的一些 個股應該表現的 應該還是會 不錯啦 但是 恩 對 自己有興趣自己在參考吧 就是一些觀光 因為他們成交量非常少啦 要買不能買太多 所以 就看看就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化工指數 那化工指數呢 雖然有點負 我自己看就覺得 畫得有點複雜啦 不過 我目前的看法就是一樣 是一個中性 偏多啦 中性偏多的一個看法 如果說它將來呢 它的指數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突破 反正能夠突破 然後136這一層的話 我覺得它 就有機會啦 不過它成交量目前是非常少 所以 我沒有對它 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那裡面的一些個股 基本上你可能 也不太會操作啦 畢竟我們的 我們看我 節目的人又這麼少 應該更少人在操作這個 然後我們大致上看一下就好 因為其他下面就沒什麼特別 講完這個就好了 講完這個資訊服務 資訊服務裡面呢 它是整個 全面轉強 那它會轉強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看一下這個線 火化箭頭的地方 壓制住的地方 19.1 它全面轉強的原因就是因為它 有一檔在漲 這個安基資訊 好像是這個宏基的是不是 我也忘記啦 它整個成交量章數也是非常少 就是算是這個資安 或是說它是一個 計算 雲端計算 資料中心 之類的 我也不太清楚它的 產業啦 不過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能夠過大137的話 或許又一次一波啦 一次一波這樣子 但就一樣 成交量很少 這個 買一買可能搞不好自己變大股動 不過它 它的價格有點高啦 所以 你應該也很難直接變大股動啊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不知道什麼 達人在買的 好那今天這個三規指數大致上在這邊 就結束了 那下禮拜可能會更新的就 要會更新啦 可能就講比較簡短一點 因為我自己腦袋其實在過年玩呢 有一些行情的一些線圖都有點 有點忘記了 就有點忘記 吃東西一把 可能這個東西一把 那腦袋給填滿了 反而不是這個 線圖把腦袋填滿 那下禮拜如果說更 有一些特別的行情在 在這個跟大家說說明 不過應該理論上都還是會做分析啦 如果說真的沒什麼特別的話 就略過這樣子喔 好那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